妈 你怎么来了 您这是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的 把我的衣服给我收拾了 今天呢 我住这就不走了 妈 咱们结婚之前不是说好了吗 分开住 这才几天呢 您怎么就 这是我们家的规矩 这个家我说了算 行了 你少说两句吧 听我妈的 知道了 哎 等一下 把我的衣服给我洗了 你要记着 我箱子里的衣服都是好的 不能用洗衣机洗 要用手洗 行我知道了 妈 你说咱都坐这么长时间了 怎么连个倒水的都没有啊 是不是嫂子 小妹 那个水不就在你跟前吗 你直接就顺手就倒了吗 美丽 小妹来到咱们家 那就是客人 让你倒水你就给倒 哪来那么多废话 这么烫 你也烫死我呀 这水是凉的 妈 他敢顶我嘴 不是 你脑子会不会变通啊 现在外面那么热 给我小妹喝那么热的水 都烫到手了 你不知道往里面加点冰块啊 我算是看明白了 你们这么着急的搬进来 是想打压 是想打压儿媳妇 好在家里立威吧 你怎么跟我妈说话呢 我妈妈养这么大容易吗 够了 结婚之前 没有发现你是妈宝男 那是我活该 但是 你妈有多不容易 你跟我说什么呀 你妈不容易跟你爸说去啊 凭什么在我这儿 要舞羊味的 你看看你 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 到现在还没断奶 你不觉得 你很可笑吗 还有您 您把您的儿子 养这么大 他有孝顺过你吗 你一没生我 二没养我 凭什么在我面前提孝顺 我刚进这个家门 没几天 你们就在我面前 作为作福的 这个孝 不敬也罢 屏幕前的家人们 这古话说的好 十年看婆 十年看习 先有好婆婆 才有好儿媳 你们说 我做的对吗 你不是害怕 叶贵物